记者从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摩罕边检站获悉 4月13号 中楼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开启满一周年 一年来 摩罕边检口岸高校查验国际旅客列车700余列次 保障18万余名出入境旅客通关 其中包括来自83个国家的 2.8万余名外籍出入境旅客 2023年4月13号 中楼铁路国际旅客列车正式开行 经中楼铁路出入境人员 可以直抵南亚 东南亚 西亚等38个国家 出入境货物辐射老挝 泰国 缅甸 越南等 12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经过一年的发展 中楼铁路已成为联通内外 辐射周边 双向互际 安全高效的便捷通道 中楼铁路开通之前 从昆明到万象 公路的时间太长 我两三个月回来一次 现在铁路开通了 我一个星期可以回来两三次 它当天就可以到 对我生意方便很多 随着中国免签与出入境政策的不断调整 外国游客选择乘坐中楼铁路出行需求潜力 得到不断释放 为保障旅客快速通关 摩罕边点站采取多项措施 我们不断创新服务几措 配备了智能语言翻译机 可实时翻译全世界70多种语言 同时设置一带一路中用通道 提前发放外国人入境卡 入境旅客团队网上一约通关 设置现场咨询流动站等便秘措施 旅客查验时间提升了30% 通关时间缩短了39分钟 有效确保了卡案安全顺畅遍及通关